然后 国梁自己做运动员得过两块金牌 做教练员 的金牌他自己刚才说几话 他说我得舒服 哎呦 他是很多人的他是很多人的偶像 刚才蓬蓬小生跟我说 说那个我爸要知道 我在跟刘国梁一起吃串喝东西 应该会激动的不得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蓬蓬我说别抖腿 哈哈哈哈 抖腿 哎呦 老师嗯老师看起来不严格 他看起来不严格 看起来很很温暖 不温暖的人严格了也没人听啊 嗯他一定的本身是温暖的 他他才知道怎么严格才是对的吗 光靠严格也不 严格不是唯一的方法 那何必说运动员没达到你现在的要求呢 不太可能 本身对自己就有要求 他 他的要求是能力不到还是努力不到 努力不到 努力不到 努力不到那你还是业余水平 对 还离最高水平呢 差很多 最高水平他一定是他努力了 他解决不了 这会体现你教练的水平 你解决不了 战胜不了 克服不了的时候 嗯 你特别困惑的时候 你才教练根据自己的经验 和从客观的角度对你的分析 对 来给你一个旁观者清的建议 其实所有的 所有的事情到 最往上走的时候 对 比的已经跟这事没关系了 你说打平凡球是比的 谁平凡球打得好啊 绝对不是 他一定比别的 对不对 他比心理素质 甚至还得比点运气 比点你对世界的理解 比点你对自己感情生活的方式 心态 你的心态 你的信仰 你的坚守 这些东西都已经跟技巧 完全没啥关系了 对 这国梁你拿奥运会的时候 拿金牌的时候 你到最后赢的时候 你根本没啥 你哪想的是怎么打的球 怎么接的球啊 你根本不想的是哪来得及想 对不对 他有另外一种